如大家所见 屏幕上这位小哥哥看起来时髦帅气 不说是人见人爱 肯定也是能俘获不少女生的芳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花美男 竟然在深夜猥亵了一位70岁的老奶奶 事后还用极度自恋的回答掩盖自己的罪行 究竟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让我们聊一聊山内大夫的故事 演员山内大夫虽然名气很小 但也算是长相帅气 参演过不少舞台剧 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大众眼中的大明星 成为搜索榜的红人 终于如今他真的成功登顶了搜索榜 不过这一次登顶也彻底结束了他的演员生涯 2020年1月26日 山内大夫因觉得自己无人赏识而大发脾气 他决定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 看看对方认不认识自己 如果认识就说明自己还算有人气 如果对方不认识就要用自己的魅力感染对方 大约深夜临时 在东京都武藏野市的街道上 一位70岁老太刚刚完成了餐饮店里的工作 忙碌一天的老奶奶走在街上 正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他不知山内大夫早已将他锁定为展示魅力的目标 等待他的将是难以磨灭的噩梦 在老奶奶奋力抵抗打5分钟后 山内只好作罢 于是他推开老人捡起他掉落一旁的包包就火速逃窜离开现场 据了解被抢走的包包价值1.5万日元 里面还有着6.2万日元的现金以及一些其他物品 由于奶奶是自己一个人居住 面对这种情况 她只得拖着受伤的身体去找邻居报警 虽然最后让山内跑掉了 但是好在奶奶的性命得以保住 据医院检查 老人的腰部追骨骨折 全身多处擦伤 医生讲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已经算是严重受伤了 如果再严重一点 甚至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由于老年人身体恢复较慢 奶奶也是休息了6个星期才成功离开病床 而除去物理伤的伤害以外 半夜被尾随遭到抢劫 这些对老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也不容小觑 由于案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 骨葬野警察署接到报案以后便立刻展开了调查 很快警方通过监控摄像头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山内大府 并于6月11日将其成功逮捕 听到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了这起情形极为恶劣的案件 很快山内大府便冲上了日本热搜第一名 但大家还是十分困惑 究竟谁是山内大府 于是许多日本网友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 然而能搜到的几乎只有雅虎的新闻报道文章 点开后看到最多的也只是以下几点进息 26岁自称是演员 猥亵70岁老人的犯罪嫌疑人 许多网友猜测犯罪是不是想要嫁祸给谁 才会自称是演员 直到山内大府隶属的事务所公开声明道歉 大家才知道原来他真的是个演员 早在事务所公开声明之前 就有网友脑洞大开 结合案件以及自称是演员一项 脑补出了患友以为自己是演员的精神病人 逃出医院对老奶奶实施犯罪的剧情 如今身份被证实了 果然还是觉得网友的脑补更合情颗粒一点 小演员第一次上新闻 热搜居然是因为猥亵老人 这也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媒体报道 山内大府在被捕时 对自己伤害老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而被问及作案动机时 更是说出 我只是想让他感受一下我的魅力 听到这样的言论 网友们很是不能理解 纷纷表示 这个世界上的变态真的多样 太恶心了 山内大府真是个垃圾 山内曝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其隶属事务所就已经删掉了 其所有的相关资料 其相关Yins账号和推特上的内容 也被一并清空 然而 这也阻挡不了眼疾手快的网友 扒出他的信息 有网友发现 山内大府除了岌疾无名的演员工作外 貌似还兼职赚钱 现在似乎是某个餐厅的员工 而过去曾在优衣库做店员 而从Yins删掉的内容来看 平时他应该是以时髦的小帅哥形象示人 在他的主页 有着很多穿着时装的照片 不过每张照片的货赞量都很少 基本只有10到20个 几乎没有人评论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活 别看山内大府如此没有名气 但是距离被捕还有10天 就有一场他参加的舞台剧就要上演 如今被爆丑闻 公司不得不找人顶替他的位置 还把公司介绍页面中 演员一夜的山内大府一并删除 这下子山内大府彻底成为了 自称是演员的犯罪嫌疑人了 就连曾经与山内有过合作关系的演员 公司如今都不愿承认他演员的身份 而曾经还算得上是山内粉丝的那小部分网友 也纷纷站到了批评山内的一侧 媒体表示 演员作为荧幕前的公众形象 如果做出了不可理喻的行为 还能站在舞台上 那也只会让人觉得恶心 确实 一个年轻演员做什么不好 非要尾随老人 还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行为 导致老人受伤 实在是不可原谅 现在的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受害者都已经70岁了 遭到那样的攻击 已经可以说是谋杀了 事后 据警署方面称 目前山内大府不仅仅犯了 猥亵尾随罪 其行为还构成了入室抢劫 故意伤害他人等罪行 等待山内的将是法律的公正制裁 在警方敲锤定音后 网友们纷纷议论 乍一看 还以为是70多岁凶手 袭击20多岁的受害者 这样已经很奇葩了 没想到还是倒过来 这个世界上 还真是有很多的变态呢 腰部骨折 可以说是影响以后人生的重伤 我的奶奶就是腰部骨折之后 就一直卧床不起了 年事已高 却还要打工到深夜 现在又骨折了 生活方面还好吗 还有就是 老奶奶精神上的创伤 也让人担忧啊 还有人以他邻居的身份曝光 他私下长欠房租 还喜欢对水电工大呼小叫 其实山内大府去年曾和 20多岁的年轻女友同居 过去他也曾和 40多岁离过婚的女子交往 这回又搭上了70多岁的老妇人 看来山内大府的情感生活 着实丰富 果然还是监狱更适合他一点 不然还不知道 要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目前此案已经没有后续的报道了 罪犯应该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关于奶奶的身体精况 还是无从得知 只希望奶奶的身体健康 她的家人能多抽出时间陪陪他 不要让老人再独自打工到深夜了 这就是山内大府的故事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